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我是梁姨成 和大家討論世界大事 委內瑞拉的問題 似乎愈搞愈激烈 但又未有什麼明確的出路 委內瑞拉是一個 盛產油的國家 其實原本是一個窮國 在中美洲 由於 產油 讓他成為一個 開始附足 就是當查韋斯 當政的時候 當時是2000年的初期 油價上升 所以他得到 一批資金 進行他的理想 就是社會計劃 他發起一個計劃 讓很多窮人得到利益 另外 有很多的免費診所 食物和住屋的補貼 消除民盲 改善醫療 減輕貧困等等 都很有成就 不過查韋斯是社會主義者 他基本上是反美 美國基本上對他不滿 曾經一度發動過群眾示威 想推翻他 但推翻不到 因為支持他的人更多 查韋斯後來 因為癌症去世 繼承馬道羅 繼續他的政策 但由界已經降低了 因此馬道羅 無法令到 委內瑞拉 好像以前那樣 輕盛 一方面有龐大的 社會服務支出 你收入也要高 但油價低 那就開始 經濟衰退 而且 委內瑞拉的通脹 已經高到 800% 當時2014年 現在已經達到百多萬 當時開始遇到非常嚴重的問題 由於經濟的危機 令到委內瑞拉的生產萎縮 最主要是將石油公司的國有化 一國有化之後 當然將外國資金 美國那些趕走 但他們也管理不善 很快就令到油量越出越少 甚至要進口 那些液化石油器 應付國內需要 可以說這個情況 已經做得很差 而石油的工人 有很多吃不飽 都沒有體力去工作 那些油產量 就越來越低 加上欠相當多的債務 因為 舊時要做到好的發展 當然要借債 即是現在 它發展不到 就沒有錢還 接著就物資短缺 令到社會 不能不作反 一人開始飢餓 都沒有食 美國想做一些救援 當然美國救援 也是想增加影響力 但是 由馬杜羅拒絕 人民沒有食物 沒有醫療 很多醫藥都不足夠 有很多人 四百萬人 已經走到外國 沒有辦法 生活下去 這是委內瑞拉 一個嚴重的問題 當一個嚴重的問題 於是 人民出來反對 反對派的瓜伊多 就宣佈自己去做過渡期的總統 從五十多個國家 跟著美國去支持 其實瓜伊多都不是民選的 自己出來宣佈 也沒有什麼合法的根據 但是瓜伊多得不到軍方的支持 馬杜羅就有軍方支持 而馬杜羅仍然有相當多民眾支持 他兩邊的民眾也相當多 各自出來示威 在這些問題上 當然美國想整臨委內瑞拉 但是 特朗普的政策 不會去推翻別人政府 就不像奧巴馬 又不像布殊 因為特朗普覺得 推翻別人政府 政府就浪費很多錢 而且之後也是不好 所以我剛剛看到 這個霍士電視 支持特朗普 他的評論員都出來說 美國凡是去推翻一個政權 通常都令到那個地方 更大的災難 所以美國也不想再做這些事情 其實特朗普這樣做是對的 但是 如果美國不出手 他就繼續動亂下去 又如何處理 似乎沒有辦法 因為美國如果不出軍事影響 或者他發動示威等等 他都不會給太多錢 所以這樣的搞法 很難有一個勢力足夠 去打低馬杜羅 馬杜羅 很無能 對於情況 他唯有向那些非美國的強國借錢 就是向中國 中國基本上都因為他有油 中國還很多投資 製造石油等等 所以可以說中國算是挺幫助他 還借錢 但是現在中國很害怕 到時不能還怎麼辦 因為如果馬杜羅 下台換了政府 還會不會繼續 北京做開那些投資 可以做呢 所以現在 乖多已經跟中國說 如果他執政 都會尊重和中國簽訂的所有協議 不過一直以來 中國政府都支持馬杜羅 中國的立場就是這樣的 如果沒有一個合法 根據他沒有理由去支持 或外面 你那邊作反 你不是一有作反去支持 所以中國做法和美國不同 然後俄羅斯也是關注 俄羅斯也是很生氣 美國在烏克蘭搞振 搞亂烏克蘭 變成跟俄國對立 現在烏克蘭亂完之後 現在才重新選我新總統 看看之後怎樣 俄國覺得我的後院 你美國來搞 支持烏克蘭反俄那邊的勢力 現在到我在美國後院 支持反美的勢力 就是委內瑞拉 所以俄國大概 就是說 現在令到我煩你 干擾你後院的利益 所以俄國原則上 都是支持馬杜羅 但是俄國又不是很多錢幫他 對他做的 他現在以投資方式 投了100億 甚至可能達到170億美金 但是俄羅斯之所以 就是因為現在 既然原油息產下跌 趁機可以拿好處 但是俄羅斯國內 又不是很支持 俄國又不是那麼苦足 俄國比中國 中國富足很多 有錢幫人 俄國不是那麼多錢幫人 還有幫了這些 爛朋友 分分鐘不能還 你會不會搶到好處呢 會不會拿回他 投入去的貸款 投資等等 俄羅斯和中國 都面臨同樣的憂慮 還有世界上 和美國對著鋼國家 是伊朗 伊朗繼續支持馬杜羅政府 因為委內瑞拉和伊朗 由查韋斯以後 大家都有一個好的關係 因為大家都反美 所以伊朗目前 原則上都是支持的 土耳其很想買黃金 因為土耳其和西方 現在又不對 和美國不對 和歐洲都有很多衝突 現在委內瑞拉 除了產石油 就是產黃金 所以土耳其很重視珠寶 那種國家 所以它一直都維持 一個友好關係 所以買這個 買這個委內瑞拉 去年 黃金 都達至9億美金 那就是委內瑞拉 現在的錢 都是靠其他這些 不算窮的 其他 算是強一點的 非西方系統的國家 幫他買東西 最主要就是 印度 都叫有些錢 都要幫他買石油 所以委內瑞拉 他都不止完全沒有收入 但如果馬道羅無能 都無法搞好經濟 有些錢都搞不起 他沒有一個好的體制 終歸都會大亂 但是問題就是 軍方 如果繼續支持他 軍方覺得 又不想被美國控制 法律瑞拉 所以 乖以多出來 即是說自己 是做總統 得不到那種支持 他只得了群眾 所以 現在一直拖下去 情況 都不容易 有一個好的出路 好 休息一會 待會兒再討